早安 我是可恩 我来到上海了 那今天呢 我被受邀去参观华为的5G机站 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5G嘛 所以来到中国可以抢先体验到5G 我则是很开心 而且我听说我是可以体验到5G的极简安装 5G的一些功耗 还有可以知道它的辐射 甚至是各种星号等等 Let's go 这边呢 我们就来到了华为5G机站的所在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个不同型号的5G机站 我们去前面看一看 这个呢 就是4G的那个射屏的那个东西 然后加上天线 那现在去了5G之后呢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变成二合一 就没有那么大个跟背线就没有了 精简 精简 好啦 接下来叻 我就要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我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亲手安装5G机站的人 这个32T的5G射屏的这个东西 其实它不会很重 因为它就只有22K 基本上如果大力一点点的女生 其实都可以抬得起来 而且这次最主要就是非常容易安装 它基本上只要单人搬运 单人上杆跟快速安装 证明它其实体积没有很大 然后重量也没有太重 所以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自己去安装完成 这样子 开始吧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重重的东西 放上去这个包杆上面 我平时没有吃多少饭 所以我请侯卫员工把我扛上去一下 然后安装就由我来这样子 加油 其实很容易耶 它一扛就扛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就到我的时候了 放上去了之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上螺丝的地方 就是这里 然后这里卡上去了之后 定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兜天线了 上了之后呢 还有另外这个 电源线 OK 最后盖上去 完蛋 耶 终局 快把我披神光上去 接下来5G站走大 最关心的就是辐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测试 5G基站附近的那个辐射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一个一个来测试给大家看 这个呢就是测试辐射的仪器 这个仪器是要6000欧 也就是30千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解释给大家看 这个是全世界目前的辐射标准 就是Europe US China 它们的国际标准 还有下面电话 灯泡 Rotter 还有吹风筒 还有微波炉的辐射标准 那我们现在来实际测试一下 这些东西的辐射到底是有多大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 吹风筒 在我看到吹风筒之后 我们把它靠近它 其实你就看到它在飙声 吹风筒还不是最高的 还有更高的就叫做微波炉 7点多我的妈 该我是看到7点多多 我真的是很宽 所以证明了家里面你用微波炉的话 你放了翻之后 你还要赶快走掉 因为微波炉其实辐射才是最大的 这样5G基站到底有几大 我们现在去试试看 中国的标准是0.4 这样我现在手上拿的是0.1到0.2之间 所以其实还在安全的标准以内 我测试完毕 证明其实5G基站要是如果建在你的家附近 基本上还是在安全的标准里面 面前这个是4G跟5G的功耗对比 之前4G的时候是300MB的 但是到5G之后呢 它就可以融10GB 其实你看功耗的话 它其实是有增长 但是没有太多 因为你对比下面那个capacity的话 从300MB到10GB 那个增长它就最大 所以其实你平均算起来 它的功耗还算可以 你不能只是当然看功耗 因为功耗虽然它是有增加 但是你仔细看小区容量的话 它的增长才是更大 所以里面投影出的是 我们对面的这个建筑物 建筑物那边下面它有放了8台 然后我现在带大家看看 这样对面这个呢 就是上海的华为研究所 然后它里面这边藏了8个手机 所以里面一个 然后两个 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八个这样子 所以里面就是比较遮盖的 所以它就会相对比较弱一点 但是如果像有一个是在那种比较宽差的地方 它就可以上到600MB 300MB 500MB 对 这样的话就是你戴上眼睛就可以看到 现在有些东西本应该看不到的东西 那刚刚这个AR出了 可以实时的看到下面 在实测的8个手机的网速之外呢 通常这个东西是要 网速非常非常快的情况下 以后我们就可以戴上AR 然后实时的跟对方在聊天 或者说同一件事情这样子的感觉 5G除了在你生活上面 比如你大陆系 你个人用之外 5G也可以帮忙很多东西 比如说医药上面的东西 医生可以远程控制机器 或者是教育上面的东西 甚至是农业啊 或者工程上面的东西 所以大家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4G可以改变生活 5G可以改变社会 这句话是真的 大家好好期待一下 你们的社会被5G改变吧 我是可恩 下次再见 拜拜 好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